我相信騎Gogoro的人應該都有遇過以下幾個狀況 今天我就來教你們怎麼解決這些問題 大家好我是比爾 今天要來教大家 Gogoro的狀況排除方法 大家在交車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拿到一張小卡 緊急救援小卡 上面有教你很多遇到狀況的時候要怎麼去排除它 那我知道很多人應該都把這個卡丟掉了 因為就是這麼不起眼的一張小卡而已 但是他卻有大大的功用 那沒關係今天我就來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這些功能要如何操作 那我第一個要教大家的是 無法啟動車輛怎麼辦 有幾個狀況會觸發無法啟動車輛 最常見的狀況就是坐墊開太久 因為你的坐墊開太久的話 車子會進入保護模式 他保護你車子裡面有一個小電池 因為他會一直持續放電 那他為了 阻止他持續放電 他會睡著 睡著之後啊 你下一次要去騎的時候 好你發現坐的沒關對不對 再把它蓋回去 這時候你拿出你的鑰匙 去開啟你的Gogoro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完全打不開 然後App 也沒反應 這時候你要怎麼辦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現在就要為大家示範 如果你今天去騎Gogoro的時候 拿出你的鑰匙去感應的時候啊 就發現 奇怪 怎麼都開不了的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 先不要緊張 這個構建 我們先長壓 5秒鐘 然後你會看到螢幕會閃一個三角形喔 有沒有 閃了 我們等他閃完 好 閃完之後 卡片再拿回去感應一下 OK 這樣就可以打開了 這個就是休眠模式的解法 再來下一個狀況也非常多人遇到 交換電池的時候 電池拔出來了 結果我的車廂被風吹到蓋起來怎麼辦 那這個排除的方式 非常簡單 直接進入教學 我們在換電池的時候啊 如果不小心把電池 拿起來 來 這時候 一陣風吹過來 你的坐墊就這樣不小心就蓋起來了 這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感應 沒反應 按 沒辦法按 這時候呢 我們先找到這台車開坐墊的按鈕是哪一顆 先 壓著它 拿出你的卡片 感應一下 好 這樣就 打開了 然後如果你是原型鑰匙的話 你只要壓著 長壓三秒鐘 也可以打開 或者是拿出你的App 按一下 也可以 下一個 如果你把鑰匙 不小心鎖進車廂怎麼辦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卡片鞋的解決方法 第一個是用App開啟 因為App那個畫面可以按開啟車廂 再來就是回家拿備用鑰匙 不過等一下我要試一個 我自己也沒試過的 我不確定會不會成功 我來測試給大家看 那下一個就是大家講到的鑰匙手外車廂怎麼辦 最慘最慘 打大陸救援 那可能客服不太好打就要打很久 我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功能 只有iPhone才有 今天我是把鑰匙跟手機都直接 丟進去的時候 我在外面喊 Hey Siri 開啟我的GoGoro 它到底聽不聽得到 我們來試試看吧 那我們現在 試試看Siri的解禁正常喊的話 它有沒有反應 這些指令 都是可以自己做設定的 好那我們來測試一下 Hey Siri 解說我的GoGoro 好 看來是沒有問題 Hey Siri 上說我的GoGoro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把手機丟進車廂 試試看囉 好準備好了嗎 好準備好了嗎 我們來見證 到底有沒有用喔 Hey Siri 接收我的GoGoro 開了 這一招 真的可以 雖然我們剛剛成功了啦 但是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你今天手機是上鎖狀態的話 可能就沒辦法 你看我試給大家看喔 Hey Siri 解說我的GoGoro 你看你需要先Face ID打開你的手機才可以 所以你是剛丟下去的狀態 然後手機還沒有上鎖 才可以用這招 然後還有人說就是 我們有個叫做感應解鎖的功能嘛 好我先把它打開來 那我們來實測一下這個功能到底是 可不可行 那我們來等它一下 因為這個功能 通常你離車太近的時候 它不會 馬上可以用 大概要等 30秒至1分鐘 各位看到了嗎 閃了 這時候 就代表你得救了 按著它 OK它要開機了 成功救出你的藥材跟手機 今天我拍的這集排除方法 其實在我前幾集的 操作教學都有講到 那我今天就是把它特別拿出來講一次 因為我覺得這對大家非常的重要 OK那現在教學完畢了 這麼多東西大家不知道學會了沒有 有沒有覺得很實用 當然這些狀況平常其實不太容易 發生啦 但是就是因為不太容易發 所以真的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大家如果覺得這影片非常實用的話 記得幫影片按個讚 然後把這影片分享給身邊所有 其GoGo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說 原來遇到狀況的時候 可以做這些事情 最後不要忘了就是一定要訂閱我們 比爾1G3E的頻道喔 那我們 我們下一次見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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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